走进田里看到好几朵大型白色物体藏在草丛堆里 靠近一看才发现 哇 两个三个手掌了 到底是什么菇跟三个手掌一样大 连根拔起拿在手上比一比 菇饼竟然跟成人手臂一样粗 结果说是那个金服菇说可以吃 真的是下一大条 花莲复礼乡有农民发现田里长出金服菇 其中两三朵长得特别巨大 放在磅秤上一粮 重量将近两斤半 农民说可能是最近在整地 腐木落叶都埋在土里 加上连续一周都在下雨 潮湿的土壤环境长出巨型金服菇 通常生长在氮含量高的地方 人工培育较困难 是稀有的菌类品种 原则上可以拿来食用 但野生香菇有时候不清楚品种 最好还是不要乱采 我去问人是说可以吃啦 他一般说野生的也不要乱吃啦 所以味道跟 跟雞肉是相似 连日降雨给农民带来意外的惊喜 未来天气将开始放晴 因为滞留风云带已经离开 全台高温闷热 北部气温24到31度 中南部最高来到35度 东部以及里岛最高分别是32度和29度 各地普遍炎热民众趁着好天气出门 但也别忘了要防晒 TVBS新闻高中的黄敬芬花联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